今日凌晨1點左右 有居住在上海青蒲區 敏行區的市民被強烈的震動驚醒 之後中國地震台網中 深官方微博發布消息指 經正式的測定 今日凌晨1時39分 在上海青蒲區發生3.1級地震 震源深度8公里 同時四川成都高薪減災研究所發布微博稱 凌晨1時39分上海重江附近 發生3.7級地震 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 地震發生時 一名男子當時和妻子正在睡覺 她的妻子被地震驚醒並大叫 兩人都跌落床 男子稱一直推著妻子躲在床下底 另外有網民表示 地震時屋外開始有響聲 緊接著一陣的房東 之後聽到樓下的狗吠叫 而在發生地震之前 中國地震局並沒有預報 有市民就此在地震局的微博查問原因 但是就被地震局封鎖 有網民質疑 連查問都封鎖 是某些官方帳號的一貫作風